好,大家好,我們這個是2020年7月N3的文法選擇題,1到13題 那我現在一題一題叫大家來解 我們看一下,今年夏天 好,今年夏天 那你要帶哪一個,是從去年 你如果是從的話,意思不對,從去年不樂 這個hodo是指程度很大 那hodo的話是指程度很大,那hodo大概怎麼用 我們的hodo是指程度很大,這是句型 然後他會把形容詞放在後面 所以hodo阿茲就是這麼熱 hodo就程度大,你可以翻這麼 所以hodo阿茲是這麼熱 那 阿茲苦奈就是沒有這麼熱 阿茲苦奈就沒有這麼熱 那這個是那個慣用劇 你如果看那個 什麼終極學日文那種讀本看很多的話 這個很常看到 這種寫法很常看到 所以答案是2 所以今年的夏天 秋年 今天夏天沒有去年這麼熱 那你是Mate 意思不對嗎?Mate是到什麼時候為止嗎? 什麼 到去年不熱 今年夏天到去年不熱 這個意思不對嗎? 那你西卡加奈是什麼? 只有只能嗎? 那個帶進去意思也不對 玩一下看 好 好 今天早上 電車 今天早上在這個電車上 好 從哪裡 座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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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達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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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知道是什麼東西呢? ok 下一句 是總之 什麼 我們說這個 什麼東西 侧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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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是人体无关的感觉吗 那你这个卡罗里是香味 所以卡罗里加斯是闻到香味 卡罗里加斯是闻到香味 那这边改成贴形 所以卡罗里加斯特变贴形 然后面再加 Dekuru Dekuru是过来嘛 所以是什么 这个我有闻到香味 那个香味是这样飘过来的 这个Dekuru是方向性 那你这个意义是好 所以卡罗里是香 所以意义卡罗里是好香 然后闻到那个香味飘过来 对这个很明显的吗 好第2 答案是卡罗里加斯 酱普卡 是什么洗髮精呢 还是那你卡 还是什么东西呢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做什么 做我隔壁那个人 不知道什么东西 可能是 酱普 可能是洗髮精 还是不知道还是什么肥皂 肥皂的香味 水罩叫什么 Second 可能是洗髮精 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可能洗 或者是什么 还是 2卡是问号嘛 疑问嘛 所以Second卡 是香皂吗 是香皂吗 Posui卡 还是这个香水呢 香水叫Posui 所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所以橡普卡 这个洗髮精吗 那你卡什么东西吗 我不知道 总之就是很香 这样子 所以答案是 卡卡 那第2 挖挖就不对了 因为 挖子墙后面 这个挖就不对了 第4个 嘎 嘎嘎前面是主持吗 这不对 他叠叠是用用 用什么用什么都不对 都带不进去 我们看下去 他就 客长 然后对这个令 你这两个人吗 所以比较大 客长比较大吗 他说 哎 那个令可能可以 如果是我们 台湾人的话 台湾人中国人的那个就念英读的令 那如果是日本人的什么 日本的令就念哈雅喜 我用华书学字 比较不好写 哈雅喜 好 我们看一下说哈雅喜三 OK Q的 悪いけど 好 这个 悪い是 不好意思 悪い是不好 悪い是 不定的不好吗 所以 他说 Q day悪い 哎很急啊 就是很突然 Q也可以翻突然 看一下 好 这个Q 就是很急很突然 他第一次因为因为很突然 那悪い是 就是我爱是我不好啦 我不好意思 很突然 不好 我很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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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手中的report 这个出差的这个报告 偷 偷是直接的出差报告 明天的会议的资料 还有明天的会议的资料 他说 他说 在前面 说这个 客长对哈雅喜三 说哈雅喜三 Q day很突然 悪いけど 很抱歉 我很不好 我很抱歉 这个可以接两句 你可以翻碎 但是不是不用翻 如果是逆街翻碎 但是如果没有逆街 不用翻 事情很紧急 我很抱歉 我很不好意思 那这个投是汉 他说出差的报告跟明天的会议的资料 好 今日 今天的 お昼頃 Mate Mate 这边是Mate 是到 所以Mate 是到今天中午 到今天中午 OK Mate ni 这个 这边是Mate ni才对 看出 这个Mate ni是什么 是这个 期限 Mate ni是一个期限 之前都可以 之后不行 这个Mate ni是一个期限 所以 Kio no o hiru goro 这个Hiru是中午 Goro是时候 所以到今天中午的时候为止 你可以翻到今天中午为止 下句 Dekiru 这个Dekiru是什么 能力型吗 就是你你做的出来吗 这个Dekiru是 你做的出来吗 等一下 这个Dekiru它是写出来吧 Dekiru就是你做的出来吗 就是这个会议的资料 我们什么什么会议资料 出差的这个Report 出差的这个报告跟 明天会议资料 跟明天会议资料 你到今天 中午为止 你你赶得出来吗 那这个海亚席就跟他讲 留保 两方就是什么 两个啦 两方就是两个 这两个 这两边 这个 有什么 这两个资料 也有报告的资料 むずかしそうです むずかしそう 是看起来好像 他说很像很难 两个都要做出好像很难 应该上面是问他Dekiru 你做出来吗 留保 留保 留保Dekiru 两个都要做出来是很难的 看起来是很难 那会议资料 如果是会议的资料 Dekiru 我做得出来 TOMOIMASU 我认为如果是 会议的资料 我应该做出来 好 那个我们 大家看 TOMO是什么 非常做出来 TOMO 名词加这个Nara 是的话 如果只有会议的资料的话 只有这个会议的资料的话 会议的资料 Dekiru 是只有 只有会议的资料 这个名词加这个 名词加这个Nara 是的话 名词加这个Nara 的话 那你名词加Dake 这边名词加Dake Dake是会名词吗 所以 只有这个 的话 两边是不可能的 两边看起来是很难的 但是只有一边的话 这个Nara 是的话 只有做出一边的话 Dekiru Dekiru 我做出来 TOMOIMASU 我认为我做一边的话 我做出来 所以答案是选4 3Demo 就不可能 Demo是即使 即使一边 即使一边的话 我做出来 应该是 只有一边的话 我做出来了 两边两边要做出来 不太可能 只有一边的话 我是做出来 所以4是最好的 其他意思 可能有点牵强 不过4是 加起来是最好的 比较没有那么牵强 我们看一下 第4个 KonoKoro KoroKoro KoroKoro 这个时候 Musko Musko 是我儿子 加加加对象是我儿子 Watashi no iu koto 要换个颜色 这样比较不会混 哎 哦 哦 哦 听他哪 听他哪是什么 不听 哦 我讲的话 我儿子不听了 No day 是因为这样子 Komadeiru 很伤耗筋 没有 KonoKoro 是哎 这个时候 最近这一阵子 最近这一阵子 我讲的话 我儿子都当屁话 都不听 Komadeiru 我很伤耗筋 好那一样是考副词 好这个Yaddo是终于 终于不听 带不进去 Yaddo是什么 一定 Gitomo Gitomo 我们加否定是什么 一点也不 就是你如果看 常看文章 我常看到Gitomo加否定是一点也不 所以 答案是这个 更好 好 Gitomo是放前面 Gitomo是放前面 等一下 Gitomo Gitomo 要加否定 那你去看哪 所以说 一点也不听 我讲的话 我儿子 Gitomo 加这个否定是一点也不 所以Gitomo 去看哪一点也不听 我讲的话 我儿子一点也都不听 所以很明显答案是3 很明显答案是3 OK 那后面Sekaku是好不容易啊 或者是好难得 好不容易 或者是客地做 做做什么 Sekaku就是他的官员 通常是 我譬如说 我刻意 煮这个 菜给你吃 你为什么不吃 我刻意买这个给你穿 你为什么不穿 Sekaku的意思 差不多这个 或者另外一种意思是 好难得的机会 Sekaku 好难得的机会 我之前教那个文化初级日本语嘛 初级文化初级日本语有教嘛 文化初级日本语有教嘛 文化中级日本语有那个也有教 大家日本语还有任何那个什么 什么卖向中级啊 什么那个中级学日文这些都这些这会出现了 你文章看的多话直接都出现了 最怕就是 最怕就是什么 我只看老师 我只看二三级巨型老师 我只看单诗书 所以都没看到 你看的量太少了 所以你要再看那些读本 会比较容易出现 好这句 我们的生活 技术的进步 变得非常方便 OKAKED是二三级剧情什么 多亏了 多亏了 OKAKED是 你要把他当名词家 所以 这个SIMBO 这个SIMBO 是什么 这个进步是名词 所以名词 No名词 所以第1个 接法对 第2 意思也对 多亏了什么 OKAKED是多亏了什么 多亏了这个技术的进步 多亏了这个技术的进步 这样子 那变得非常方便 2 2没有这东西 没有这东西 这是骗人的 没有这东西 3的 Code的事情 因为技术的进步 非常方便 因为是1会比较好 OKAKED是多亏了 因为要考巨型 那你3不是巨型 3根本就不是巨型 然后他3的意思也没有1 好 后卡后卡是其他的 后卡是其他的 所以这1带进去 而且1的接法是对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换个颜色 换个心形 粉色好了 Kondo 先把这上面这个 Kondo 这一次出差 TOMARU 要住的 Y HOTEL 这一次出差 要住的这个Y饭店 是在车站前面 我们要去除差 我们这次 我们要去除差 住的饭店 是在车站前面 YORU OSOKU 是晚上到很晚 BIKINI 安心搭 安心是放心 然后在什么车站很放心 看一下 好我们4个都是同一个 你看一下 这种是固定 这是 姐姐很喜欢考的 你这个智库是到达 智库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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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面这些东西不一样 那就产生不一样的意思 好 那我们第2TALITALISU 是什么 TALITALISU 是有时候做什么 有时候做什么 所以 很明显意思不对 这个TALITALISU 你礼拜日都做什么 你礼拜日都做什么 我有时候会洗衣服 有时候看电视 有时候会睡觉 所以这个TALITALISU 是绝对说明 所以这个很明显不是 然后第2TALITALISU TALITALISU TALITALISU 因为到车站很安心 这个意思 因为 晚上很晚 因为到车站很放心 这个意思不对 好下一句 ZITA TOSITEMO 我们先看TOSITEMO 是什么 即时 TOSITEMO 是即时在什么立场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 KADOKA是是否 OK 好 所以我们直接用中文来翻了 这个ZITA是到 TOSITEMO是什么 晚 所以 Yoru osoku eki ni ZITA TOSITEMO 即时很晚到 也很放心 因为 因为我们要住宿的车 我们要住宿的Yhotel Y飯店 是在车站的前面 即使我们很晚到 我们也不用到处找 可以很放心 所以3的意思是对的 那 4的完全带不进去 KADOKA是否 是否很晚到 车站 很放心 所以这个意思完全 牛头不对 马嘴嘛 所以是答案是3 2的话这个TAME是为的还是因为吗 这个这个意思也带不进去 OK 我们下看 Nihon ni kita no wa 来到日本 Nidome 我们那个Mai翻后面是第几次 我们这个Mai翻后面是第几次的D Nidome是第2次 Nidome是 Nidome是第2次 那Mai翻后面是D 所以第2次我来到日本是第2次的 Mai ni kita no wa 我之前来 Nidome 我来日本第2次 但我上一次来是20年前 打是4 KAD 虽然 KAD接两句 你就翻 虽然但是或者是不用翻 Sono Toki Haida 然后 Sono Sou系列是代表前一句讲的 是什么20年前来 那我我进去的 我20年来我进去一家 Tisa店的咖啡店 M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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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oroida 我吓一跳 所以20年前我来日本的那个咖啡店怎么样我吓一跳 Ao Ao 还在营业 我吓一跳 Ao 应该是肯定啦 应该是还在营业我吓一跳了 所以E是可以的 那第2个Ao 没有在营业了 Ao Ao 否定先划掉 否定先划掉 应该是还有在营业我才吓一跳嘛 而且我20年来的 20年来还在营业 那你1跟3要选哪一个 选这个Tay Eru 为什么 我们说这个Tay Eru是长时间的状态吗 我们这个Tay Eru是长时间的状态 OK 所以Ao 是什么长时间 都有在营业的状态 那你那个Mata是还 就加重他语气是还在营业的状态 Tay Eru是怎么说长时间反复做什么事情 所以还在营业 所以我吓一跳 那我们做Tay Eru状态我们也可以翻这根的 所以什么 还在营业者 20年来了 这个店还没找还在营业者 那我吓一跳这样子 这样子咱们看懂 这个也还好 因为日本有很多那种百年老店 日本有很多百年老店 所以20年还好 好一下看 换颜色换个心情 这个 小时候 我小时候 平常总是 前面是对象对象是父母 这个A是图画 是书 我们就图画书 绘本就图画书 睡 应该是什么 小时候都是这个父母亲 平常都是父母亲 念这个故事书给我听 然后我睡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你看一下一个 这边是两边的对决吗 这是两边的对决 两边的对决 一个是 酷雷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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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是摩拉乌 一个是摩拉乌 啊 我们哎 你要哪个先化掉 你要哪个先化掉 酷雷鲁先化掉 为什么 为什么酷雷鲁会先化掉 因为我们说酷雷鲁 酷雷鲁的这个 酷雷鲁直接化掉 为什么 酷雷鲁的主持是别人啊 然后别人给我啦 酷雷鲁的主持是别人 然后别人给我 酷雷鲁的主持是别人给我 比如说 比如说爱我 咖啡喜啊男朋友 然后什么酷雷鲁 给我 比如说男朋友 我给我100万 酷雷鲁 酷雷鲁 我们说主 主持是别人采用酷雷鲁吗 所以咖啡喜啊 对象是私人 主持是别人 主持是别人 我们才用酷雷鲁 可是你看到这一句已经很明显了 你这主持是谁 主持是我啦 省略了啦 然后对象是 这个欧雅妮吗 对象是别人吗 所以你只能选什么 主持是我吗 主持是我省略了吗 那对象是 这个欧雅妮 对象是别人 那你只能选摩拉5吧 摩拉5是主持是我 我得到吗 我们上课都有加码主持是我的话 是摩拉5 主持是别人的话 是苦雷鲁吧 所以你你这样就可以直接干嘛 你就可以直接化掉1跟3了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2跟4 哪个意思 好 这个是 好这边就插在后面有没有一个是贴卡拉的 一个是 卡拉那很明显是直接是直接插 是直接化掉 为什么 你家看的话就是疑问句的吗 家看后就疑问句的吗 你看一下 用的摩拉5 我们说摩拉5是别人给我吗 所以用的摩拉5是他给我读啦 就是我得到别人做个动作给我吗 所以妈妈爸爸读这个 故事书童话书给我听吗 你家的卡是什么 问号 妈妈妈有读有读书给我听吗 我不知道 我不记得了 那你就变疑问句了吗 那意思就不对了 那你后面那上一个 这个贴卡拉是然后 所以什么读 那个什么爸爸妈妈读给我之后 这个贴卡拉是读读这个童话书给我听之后 然后我才睡 所以答案是这个吗 很明显吗 没有所以用的摩拉5是然后读给我听之后 这边 就是欧亚妮会好 用的摩拉5 父母亲 我得到父母亲的童话读这个童话书念童话书给我听 贴卡拉之后 那底打然后才去睡 我们来看第九题 料理番組 是在 那个节目 所以在这个料理节目 就是在那个教人家煮菜的节目 首先 Flypan 是用 你工具加的的话是使用 那Flypan是平底锅 所以我们用平底锅 肉 这个 就是我们中文的这个炒菜的炒 炒菜的炒 炒 那我们前面的这个DES 用 所以首先我们用 平底锅来炒肉 来这个炒 炒 这个肉 然后 然后你这个 肉的颜色 我们的肉的颜色 我们肉的颜色怎么样的 我们要把这个去掉 有点卡 你故意都是这个肉的颜色 怎么样的 药菜要放进去 然后肉的颜色怎么样 请你再放青菜下去 然后我们有四个选项 然后这是 这是标准的考法 为什么 四个一样的单字 四个一样的单字 在后面的这个变化不同 然后产生不同的意思 然后你看你觉得哪放哪个比较好 这个 这个你平常读本要看很多 你知道 每个字你都去斟酌怎么翻 你去找到比较好的意思 就是 可能有好几的意思都可以 但是最好的 最适合那一个 第二 Kawadeiku 好这个 Iroga Kawaru 是这个颜色改变吗 等一下 Iroga Kawaru是什么 颜色改变 这个Kawaru是用词 也说颜色改变 那我们第一个选项是加teiku 颜色改变下去 好那 你就放青菜 颜色改变进去 下去你就放青菜 那很明显少了什么 少了的话 如果颜色改变下去的话 你就放青菜 所以1的这个选项比较不好 为什么 因为其他的选项是有 第3个选项是有偷 偷字的话 第4个选项是有他他他他也是的话 所以 第一个是Kawadeite 所以颜色如果改变下去的话 你就放青菜 就是这个是半对半错了 因为头 这边你看第3个是头是Kawadeikuto 颜色改变下去的话 你就放青菜 那4的话 Kawadekitarra 如果是颜色改变下去的话 你就放青菜 那2直接花掉 Kawadekuru no ni none no ni是逆阶是名怎么样却怎么样嘛 所以明明 颜色改变了 那 请你放青菜 所以2是绝对不能选 因为2的意思带进去 1的意思不完整 如果3跟4的意思 偷 的话 颜色改变的话 这个头子的话 颜色改变的话 你就放青菜 所以这个 跟 这个 会比较好 颜色改变的话 你就放青菜 但是 这边有个问题 但是3又不能选 为什么3不能选 我们来解释一下 我们说我们在前面这个什么偷 这什么塔拉放在句子中间是什么的话 但是 但是这个偷的话 后面是不能放kudasai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偷 当什么的话 我们以前有学过吗 我们说什么 我们课本有写什么 这个 这个什么这个sato 以雷如 偷 这个应该是 零二 sato sato是这个砂糖 糖的话这边念中音sato是砂糖 以雷如是放进去 偷是的话 甘苦 我们这个偷是一怎么样就怎么样嘛 什么的话就是自然而然就怎么样 所以 这个糖给他放进去的话 糖给他放这个饮料还是放在哪里的话 甘苦那有他就会变甜 所以这个偷是一怎么样就怎么样 是一种 像自然现象你放盐巴就会变咸嘛 你放糖就会变 就变甜 那你懂 你每天运动的话你就会变瘦 他是这个意思吗 那偷后面是不能放kudasai的 这个偷什么的话就 一怎么样的话就怎么样 一样他这个是不能后面是不能放kudasai的 好那下一句 但是你这个tara 跟tara的话什么的话kudasai是可以 tara后面是可以放kudasai的 所以tara kudasai是怎么样的话就请你怎么 怎么样的话就请你怎么样做 所以你只能选什么 所以你只能选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 肉的颜色改变了 肉的颜色 我们说这个dkudasai 这个方向性 什么东西跑过来kudasai是来吗 什么东西这个动作做过来 什么东西这个跑过来 那另外意思dkudasai是什么 这个渐渐的 逐渐的 所以这个肉的颜色逐渐的改变了 这句 肉的颜色 是dkudasai dkudasai 那我们 我们是dkudasai dkudasai 那我们改成这个 tara变成kudasai 如果肉的颜色渐渐的改变的话 肉的颜色渐渐的 改变的话 这样子 dkudasai 请你放青菜 那这个tara tara是调言句 什么的话 gudasai gudasai 所以你的炒菜炒到这个肉的颜色改变的话 请你放青菜 所以答案是这个 因为这个tara后面是不能放gudasai tara什么的话 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话 后面不能放gudasai 因为你后面有gudasai 你这个tara后面是可以放gudasai的 所以答案是4 像我们看到 放个颜色 哈 他讲ka nikana takiwa 这个arka 讲是是婴儿还是宝宝 nikana akana 是一直在做什么的事情一直做不到 永远 3 7 JK sank 是睡吗 中 Untung 卡尼奈就是他一直不睡了 卡尼奈是他一直不睡 卡尼奈加否定是一直做一直做不到 所以卡尼奈是他一直不睡 talkie 的时候 小屁孩一直不睡的时候 阿卡讲你 这个你是对象 把这边挡了 这样消不掉 这个是你 所以阿卡讲你这个你是对象 所以要对这个婴儿 classic 音楽是什么 交响乐古典音乐 交响音乐古典音乐 欧哭 音乐是睡 欧哭就是好好的 他就好好的睡 talkie 打 talkie 打 是我听我听过 我听过 婴儿一直不睡的话 这个什么交响乐 怎么样 交响乐给他听下去 他就会睡了 好 那我们一样又来我们说 四个一样的单字 后面给你变得不一样 那产生不同的意思 那你你觉得选哪个比较好 好 那我这边有这个 好 我们这个动词第一段加seidu 是十一动词 十一动词叫叫他怎么样 让他怎么样 所以kikarseidu是什么 让他听叫他听让他听 所以这种让婴儿听交响乐 所以这个答案是ok的 让婴儿听交响乐 他会睡得好 好 那我们第二kikarseidu 我们说这个 加这个动词第一段加seidu是被动 被动是什么 被听 婴儿被婴儿被听交响乐 所以意思不对 然后被被动还可以当尊敬 尊敬的话是宁听 婴儿宁听交响乐 意思不对 好 再次kikarseidu 我们动词加seidu是什么 十一被动 动词加seidu是十一被动 那我们说动词加十一被动是被强迫 婴儿被强迫听 我们十一被动是被强迫做什么 信息有点不高兴 婴儿被强迫听音乐 这样意思也不太对 那kikarseidu是什么 正在正在听 婴儿正在听音乐 ok 所以这边很明显 应该是让婴儿听嘛 所以kikarseidu让婴儿听 我们用十一 十一动词有叫他听还是让他听的意思 所以是让他听音乐 所以这个很明显 kikarseidu让婴儿听音乐 他会睡得比较好 看下一题 电话在电话里面 moni 先生 这个mori 老师 他说 是的 kikarseidu kikarseidu 我们是北山 日本語学校 我们是北山 日本语学校日语补习班 我们是北山日语补习班 S S是4 所以这个是一个叫mori 先生 mori 里面的那个可能是 那个 日本語学校日语补习班 我们是日语补习班 然后我们是北山日语补习班 那个一个老师接电话 然后立立打过去又说 もしもし QQ クラス 然后もしもし是微微微 QQ是什么 哎 我是中级 日文有分什么 日文的教学有分什么 有初级 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这很多同学还是不懂 哎 好 然后中级叫做QQ 小Q 啊 初级叫做小Q 啊 高级叫做PoQ 啊 写一下 啊 写一下 还有这个中高级哦 Q PoQ 啊 好 好 那我们的中级就是N3啊 我们的中级是三级吗 中级是中间吗 在中间吗 12345在中间是3吗 那初级 哦 初级就是N5了 哦 那高级就是N1了 哦 高级是N1 哦 那中高级是N2 N2 哦 那你会觉得他少了一个 还有一个是 初中级哦 啊 OK 还有一个N4啊 初中级哦 哎 好 比较少出现哎 好 所以 所以这个Q 中式念Q嘛 所以QQ是N3 Q是N5 QQ是N1 QQQ是这个中高级是N2 哦 还有一个初中级哦 这个很少看到啦 哦 所以这个不用学 这个很少 很少看到不要学 好 所以我是中级 class是班 我是中级班啊 哦 算中一班就可能他是N4的学生吗 N4N3的学生吗 就是那个 李です 我是中级班的 我是这个李 这个中文的李啦 我是李小龙的李 我是中级班的李 Mori先生 哇 他说这个Mori老師 哦 没有 然后叉叉叉叉 然后他说 啊 李上 他说啊 他认出来了 他说啊 是李上你哦 Mori 我是Mori どうしましたか 哦 你怎么了 哦 所以他这边是 问哎 应该是什么 哎 老师 哎 Mori 老师有在吗 他说啊 你是李上哦 啊 你怎么了 哦 没有 哎 好 所以我们这边有四个选项吗 Ari gozaimasu 好 いらっしゃいます 还有这个 拝見します 哦 おめにかかります 好 我们做这四个女常看文本都会看到 我们看一下 gozaimasu 就是あります 是有 然后是敬语 那我们这个あります不能指啊 哎 老师有没有在 我们这个 这个あります gozaimasu 指的是东西啦 有这个东西 有没有这个东西吗 啊 人的话不能用嘛 哦 我们这个是 いらっしゃいます いらっしゃいます 就是います いらっしゃいます 就是います 对 我们说 这个いらっしゃい是什么 您去 您来 您有 いらっしゃい 是 是 いく 您去 哦 您来 还有您有哦 哦 那这个一路是有还有在啦 一路是有还有在哦 所以这边 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先生が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老師在吗 モリ先生がいらっしゃいます 老師在吗 那你就是いますか 那对老师的话 我们用いらっしゃい 会比较 有沒有 你用います也可以哦 可是用います 感觉好像是平倍 哦 那你用 就是哎 你觉得你没有比老师大 老师跟你一样大 那你用いらっしゃいます 就是哎 老师您哦 这个我们有点像我们中文讲的您啊 就比较礼貌 所以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老师有在吗 这个是比较礼貌的讲法 所以答案是这个 那ございます不行 因为ございます是有的进语啦 老师又不是东西 你用这个あります 你用这个あります 有没有 懂 那会見します 会見します是什么 小的来看 这个会見 会見就是小的来看 翻譯不合了 不是小的来看老师 好 下一个 おめにかかる 是什么 小的跟您见面 这个是 おめにかかる 是小的跟您见面 那可以比较ります おめにかかる 好 所以你意思带进去就只有哪一个 哦 もり先生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もり老师在吗 所以就答案是 いらっしゃい 好 这样子 好 我看到 看下 还有两题啊 忍耐一下 葡萄社好了 两只葡萄 子どもが 来修から 好 这个小朋友 然后从这个下礼拜 ついえきょうしつに 游泳教室 好 这个かゆう 我们说通勤去上课最多嘛 所以我 我我小朋友下礼拜要去这个 游泳教室上课了 好 这个恩是强调打失事 好 可以懂 想像说哎 我小朋友要去 哦 那个去补习游 我要去游泳教室上课 什么教室也是什么补习班 我去补 这个游泳补习班 いろいろ 心拍難打油 いろいろ是各种行拍是行拍是单行 他这个 我们说行拍那形容 那形容词加拿 加恩是强调啊 打是4 有内是 强调个人主张或提醒提醒对方 所以我好担心哦 我各种担心 我担心いろいろ各种事情 好我各种事情都很担心 我担心他会不会 会不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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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没有 然后B就说哈 哈姬 メル 卖 啊 卡拉哈 从哈姬哈姬メル 开始 好 卖之前 他是从还是因为 因为要开始之前 或者从开始之前 心拍 甘心 使用不得不 好 使用不得不就是没办法 啊 好 看一下啊 这哪一体啊 好 这个 一咖打内 哈 啊 这个是卡丹内哦 按之前写这个啊 是卡丹内就是没办法 啊 ok 哎 没办法或者也可以翻也没用啊 也没办法也没用都可以翻 好 哦 那是卡丹内就没办法会担心到没办法 哈 写下 新拍 卡丹内会什么 会担心到没办法 新拍 新拍 卡丹内是什么 我会没办法了 会一直很担心啊 我们中文这样翻好了 好 没办法了 会一直很担心 好 接下 新拍 担心 卡丹内是没办法啊 那会很担心到没办法 会没办法会一直很担心 这样子 啊那你中间有个啊 那叠球是吧啊 来就不打油啊 没问题的啦 没问题的啦 好 那我们看 你看一下啊 好 这个是优理 优理 还有这个 巴卡丹 巴卡丹 两边的对决 那优理先化掉 为什么优理是比吗 我们说这个优理是比比什么东西跟什么相比吗 我们哎优理是比起什么吗 哦 没有 比如说啊 那个 比起菲律兵啊 还是比起台湾啊 日本比较冷啊 对 等一下 台湾优理啊 比起台湾 你放 哦 后卡哦 日本这一边后是哪一边 比起台湾啊 日本比较冷 哦 那你你这边优理就直接花掉 优理带不进去吗 你这边行拜优理是什么 比起担心我没办法啦 如果你是懂你如果是加这边是加油也是比起担心我没办法哦那翻译 就不对了嘛 翻译就不对了嘛 所以这个优理就直接花掉了 哦 哦 就直接花掉 那我们这个巴卡里是光啊 光怎么样啊 巴卡里是光怎么样 哦 那 心拍巴卡里是什么 光丹 原本是 心拍是不是担心嘛 那心拍巴卡里是什么 光丹心啊 光丹心啊 没有 好 那么 心拍巴卡里 即使你一直担心 即使你一直担心 心拍巴卡里 就不打油没事的啦 所以说即使你一直担心的话 那也没办法啦 好 那也没用吧 你担心 你这边担心也没办法 因为他在那个游泳教室有没有 你这边担 那就不打油 没没没事的啦 好 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 好 这答案答案是4 因为因为这个TEMO是即使啊 即使你一直担心也是没办法吗 哦 你即使你一直担心也没用啊 所以 来救补啦 没问题的 好 这样子 那你用这个巴斯的话 你光担心的话也没办法啦 你光担心也没办法吧 没有Demo 为什么要Demo 因为我们Demo的转折了 就是即使你一直担心也没办法 所以我们答案是要选4 因为即使你担心也没用嘛 所以你干脆就不用担心了嘛 这样子 然后我们那个Sicata Nice翻没办法 但你这边翻没用会比较像中文 你担心者也是没办法的啦 你担心者也是没有用的啦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了啦 ok 这样我们看懂 我们看下一题 那个颜色 我们这个这个讲过嘛 我们说一 一哭是去 哭是来 那我们说日文的来家去 就是要去啦 日文的来去就是 来家去就是要去 所有的日文来家去都是要去 我们那个台语有讲嘛 我被来去嘛 我要来去嘛 那来去 在台语里面来家去的话就是去啦 所以一哭是 一哭是去 哭是来 那来去就是要去 所以我要去公司 那是从现在从现在从现在 现在我要去公司 他说 阿雷 那阿雷就是有点疑问 就哎 他就哎 今天不是放假吗 撒起 刚刚 开车卡拉 床公司 电话跟阿爹 刚刚床公司有这个有电话来 Q2 Q2是什么 突然的 出勤 好 这个出勤就是什么 出勤就是上班 出勤就是上班 这个很难写 电话书很难写 我们的出勤就是出勤就是上班 出勤就是上班 去上班 出是出门 这个请是请勿 请勿上班 所以出勤就去上班 ok 所以这边 所以Saki刚刚公司有打电话来 那突然要突然要上班 所以这个这个是要去上班 那你看一下1234 你就先看一下 你看要选哪个 大家看一下 那四个完全不一样 那你看哪个翻译最最顺 这个其实你慢慢看是不难的 但是你后面还有阅读车压写 所以慢慢看的话会没有时间 所以你平常就是要练习这个翻译才有办法 好 那我们看一下 C 他这边有点 他这个字有点打不好 好 选项一哈 shukin shinakia nananai shukin shinakia nananai 不去的话不行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shinakia 我们动一加nakia就是不做 动一加nakia 动一加这个否定 动一加nakia就是不做 动一加nakia就是不做 那后面这个nananai是不行 nananai是不行 所以 说合起来是什么 nakia是不做 nananai 是不行 所以合起来是不做不行 好 不做不行 所以 shukin shinakia 不出勤 不去上班 nananai 是不行 所以不上班不行是什么 就是要去上班 那A的 这是A选项嘛 好 那你后面再加这个 shukin shinakia 这个A要写小一点 他这个 这个电脑 那应该是电脑去读这个考卷 用电脑扫描考卷 然后去抓 但是他这个A没有把它 抓成比较小 所以他真的是抓错了 这样电脑是会出错 好 shukin shukin shinakia nananai 然后他后面再加这个 后面再加这个 naru 是变成 那我们说9是去1加9加naru 那加这个 过去4是那 再加这个塔是过去4 所以shukin shinakia nananaku nata 我变成 不做不行 所以我变得必须要去上班 所以第一个选项是 必须要去他的意思是对的 好 那选项2我们这有打 shukin shi chia e na ku na ta 这个ha就是teva 这个ha就是teva的比较口语型 shukin shi chia 就是shukin sti wa 后面这个i keena 是什么 不行 所以不行去上班 那你这样拿不是变成 shukin shi cha i ke na ku na ta 变得不能去上班 应该是公司要打电话来要我去上班 不是不去上班 所以二的选项他一直相反的 应该是要去上班不是不去上班 所以是二是错的 3.Shooking through Zimori Shooking through Zimori 是我打算去上班 Zimori 是打算 看一下 这个Zimori 你看他这个汁把他抓成比较小 这个汁应该是大的 因为他是用那个 他是用那个电脑去扫描 那有时候扫描那个大小他抓错了 可是这个考卷印的不好 然后电脑把他抓起来之后尺寸太小 所以我打算去上班也不对了 我打算去上班是不对的嘛 为什么懂吗 因为他这个意思不合嘛 就是公司叫我去上班我不得不去嘛 所以3的意思不太好 下去 Shooking shi nai yo ni shiteru Yo ni shiteru 是我今天干嘛的 那我尽量不去上班意思也不对嘛 公司打电话叫我去上班 我尽量不去上班 然后被开除嘛 所以 这样这样有没有有没有好玩 所以这个这种 就总归一句话了 这种这种考试你的程度比这个考试高 怎么考都会几个的话 怎么考都会考上 你会觉得很好玩啊 那你程度不够的话 你看这四个选项 你看这四个选项 你要先把他翻译出来 把他带进去 你的头就晕了 就很不好玩 那么我是 我一集都已经过很多过很多次了 我还写这个三级考试 我就觉得很好玩啊 因为我程度比较高嘛 那各位同学你要就是平常你要看 我这边有教很多 我这边有教很多本吗 那你你千万 我最怕一种同学就是什么 就是 老师我不要读这么多本 我要读这个最少的本最少的量 然后我就要去考 那我就跟你讲 你觉得你会常常落榜 为什么 为什么要教这么多本 就是希望同学你有时间 就是 能够看越多本越好 因为前进终极 漫向终极 什么大大日本小说 什么新文化终极 新文化终极 教育大堆 你如果看越多本的话 你的战斗力越强 你就越好考 那有时候有些同学就说 我老师我没有时间啊 老师我我就是看一些简单 就开始看三好书 你没有看那么多读本的话 你考起来就很痛苦了 因为程度不够 你看很多本的话程度比较够 虽然有花时间 但是你你才不会三集考一次 又考一次又考一次 一直落榜 你这边看下去一定过了 而且会考很高本 但是你要看得下去 你不要一直懂 就是说 按这个我不读 这个我不读 这个我不读 你这个日前考试是个大考 他范围很大 你这个不读 那个不读 很多都没读过 你要怎么考 这个念完了 下课